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有很多的帐篷啊 这是我们前一次的一个团建的现场 我们在一个高尔夫球场在露营的 他们呢都去打高尔夫了 我也不会打 就在这里飞飞我的FPV飞机 然后录个视频给大家 在这样的一个现场呢 就是感觉最适合聊的就是自媒体 其实我特别想聊聊自媒体这个行业 包括各个视频平台什么的 因为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分析的文章嘛 其实我和他们观点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既懂商业 而且也还算是懂内容对吧 我做了李自然说这个号 然后呢我们和创作者的关系也非常不错 包括今天在我们露营的这个现场 就大家的粉丝加起来肯定是千万级以上 然后呢 而且我这边和各个平台的关系也都挺不错 不光是我们在B站有一块业务啊 但其实比如说前种期间 前几天的那个西瓜特类的那个大会啊 我也是坐在第一排 所以说无论是从物理空间上 还是从实际的业务上面 我都是离这个行业距离最近的可以说是 但是你聊行业呢就想聊聊各个平台呢 在国内这个竞争的情况啊 你在一个平台聊到竞品啊 你在A平台聊B对吧 肯定要被限流什么的 最后呢可能只有油管能看对吧 但其实真正看油管的人呢 也不在乎国内的这些视频平台了对吧 所以说这个想着想去呢 这个聊平台聊行业可能不能聊 只能聊聊就是我对自媒体行业的一些观察什么的 就是现在有一个人想做自媒体嘛 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自媒体啊 适不适合把自媒体当成一个职业什么的 可能只能还有我对自媒体的一些想法吧 就只能聊一聊这些东西 今天呢这个提纲确实没准备好啊 我们聊到哪儿算哪儿 也可能聊一些我自己做自媒体的感受什么的 对吧 那个这个视频里面呢难免会 那个评论到一些同行 其实这里想强调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只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 并不代表秦琳寺这家机构 我虽然是秦琳寺的挂名的CEO 这个当然还是一个大股东现在那个 但其实真正的事情都是由何我们在管 然后说实话秦琳寺CEO的这个身份啊 让我这个也不是这个很苦恼有的时候 因为我比方说我见了一个挺喜欢的创始者对吧 有的时候就想和他合个影啊 发个动态什么的 现在一发就会有人说 你是不是又和他签约了对吧 你是不是又和他又挖人去了 这就非常不好啊 然后就是哪怕是我们自己的阿部署 我都不敢到下面去评论什么的 因为一评论就有人说 哎老板来评论了什么样 这也很不好啊 其实我就是给大家做服务的一个人对吧 这个很苦恼其实 所以说今天这个视频呢 其实聊这个这个自媒体也照不开 可能会评价一些同行什么的对吧 但这个东西完全不能代表我身后的机构啊 只是说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李自然说的小牌犯啊 这就是我睡的帐篷 这是个混帐篷的人啊 就和我一起 混在一个帐篷里的人 嗯 有心的灵魂聊科技人文 我是李自然 今天和大家聊聊自媒体 这一说的自媒体呢 就是中场视频这块的自媒体 不包括图文和短视频 短视频这一块呢 将来有机会再和大家聊 呃 首先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啊 就是现在其实想做自媒体的人很多嘛 而且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 呃 也在开始做自媒体 我最近在玩那个极客嘛 就在极客上发了很多杀雕的东西哈 然后我观察 极客上呢 就是互联网圈的人很多 然后我看到有不少人都写这些自己是作案不主 或者是做了一个播客 这好像又成为了一股新的 那个 那个 文艺的潮流啊 嗯 另外呢 我也 这个刷视频的时候也看到过一些标题啊 比如说字节跳动 诶 裸词作案不主什么的 这个呢 我觉得当做一个吸引人的手段当然是可以啊 但是我其实不太不太介意这么做哈 因为就是首先我想聊的第一个事是 你这些大厂的经历啊 别说是普通经历啊 即便你是一个在大厂里 或者是在行业里面吧 做的很成功的一个人 那作案不主呢 或者说做自媒体这个事呢 其实就是没什么优势的 就不是说你的学历更高一点 先前的公司更好一点 就更容易成功啊 他这里面没有一个很必然的关系 这个 大家我记得印象挺深的是 这个 有一次这个半佛和张颖连线嘛 就是 张颖其实是互联网圈里面 一个巨卡可以说是对吧 然后其实他本身也是创作圈的网红嘛 但大家没有人 这个观众啊都不在乎他啊 就因为和半佛连线嘛 大家都想听半佛多说点话对吧 因为关注就观众啊 关注的其实还是这个内容本身 或者说关注的是他们喜欢的UP主 对吧 这个所以说首先做自媒体的一个事呢 我觉得那个出身啊 不是那个就是说没有什么用 我觉得啊 就是这个不是特别的有用 而且呢 这个很多人他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把自己包装成一个 很有排面很有范的一个人啊 就会做一些包装啊 之后那个 其实那个也没什么用 对吧 因为其实先前 就曾经有一个比较顶流的一个创作者 因为那个身份 那个包装有点过度啊 出了事对吧 其实那个创作者就是以他的内容质量来看 他即便不做任何的包装 其实也可以火对吧 我说的就是巫师啊 那个这个 这小子呢 以前就是爱装逼啊 那个 但其实他也并不是说 像很多人想象的是为流量什么的 他就是装逼是爽啊 因为这个我和他其实还比较熟啊 那个巫师的能力呢 在创作圈里其实比较公认还是 我今天挺深刻的是 他一些文案节奏的控制 就包括对这个BGM的这个选用吧 其实那个巫师选了很多那种非常小众的BGM嘛 就是我在那个网易云音乐还看到有人搜集了所有巫师在视频里用过的那些BGM什么的 有很多呢 那个部分呢 特别低 几百个播放在 就可见 他为了收集这些那个BGM的他本身怎么说呢 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的还是啊 那个 这个 我和他其实见过几次 也其实还蛮熟的 然后这个挺好玩的一个事呢 就是那个巫师的粉丝啊 就是 我不是有前面有个讲资本的视频吗 在那个视频里 就那个调侃他 结尾之后我就说资本永不眠 我是李自然啊 他的那个粉丝就发给他看 你看就一个小R部主老要搞你 对吧 还是一个小R部主 这个用词很精髓啊 然后这个 然后巫师那边他不是搞了一个那个巫师Tuber的M3嘛 然后我这边就搞了前进4嘛 然后他们粉丝就说你看你搞什么他就搞什么 这个小R部主就要搞你怎么弄怎么样 这也是 但其实我们这个这个 不许还可以啊 这个挺有意思一个这也是 然后其实现在那个视频平台 红利7其实已经过了哈 这个 那个时候其实尤其是知识区啊真的是挺好做 然后就包括当时那个那个所长林超什么的 有非常多的人都是在那个期间那个做起来的哈 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你只要怎么说呢 就内容还说得过去 然后你只要那个坚持更嘛 你更的快一点对吧 其实就有那个起码这个粉丝数都可以以那个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上涨对吧 那现在呢其实红利7过了呢就是有很多人他也有些观点 但这个观点呢其实说实话也平平无奇也没有很强对吧 但他也可以给大家讲讲知识啊就讲讲什么财经啊 这个商业啊 什么东西啊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讲讲什么简单的科普什么的 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出类拔萃的 那这样的这个内容呢 其实搁在以前红利7的时候呢 其实你只要坚持更新质量还可以对吧 都能起得来 但现在呢其实就比较难起来 因为红利7过了 然后呢做的人也很多了就很卷嘛 所以说如果你的内容 内容还是最关键的对吧 如果你的内容比较平平无奇 其实呢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再努力都没有用 那能这个做好自媒体能破绝的点呢 就我个人觉得有那么几个啊 就三个点吧 第一个呢就我觉得那种有超强人格魅力的人是挺容易成功的 还是比如说那个友善先生对吧 这个结局的时候你人格魅力强呢 他这个人本身是很招人喜欢的一个人 这个就给人一种没有办法的感觉对吧 因为你也没法去模仿 因为他就是招人喜欢的一个人 你就不是那个人 可能就是这样的 这个东西就不是说你学一下 或者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靠天赋的 然后我们就拿那个数码评测说 因为那个数码评测大家可能看的都比较多 尤其是男性用户看的比较多 那个有个那个叫大耳朵TV的一个人在韩国那边搞 他其实就在我看的就是一个人格上比较有特色的 比较突出的一个人对吧 这样的话能做得起来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十分本身有比较强的特色 这个也能做得起来 然后或者是你那个有做动效的能力 对吧也可以 或者说有一些就是很强的特色吧 比如说我们还拿数码去说 有一个叫HotGas的一个号对吧 他做手艺评测就是拍了很多武打的小短片什么的 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号做的那些东西 那个其实我之前还在前行四我还说 我个人其实也特别想拍点短片什么的 之前还给他们说这个这个咱们这下不如 将来有了名聚在一起 就大家一起拍一个那种小短片什么的 然后那种小剧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个事 HotGas呢其实就已经干的这样的一个事 就我觉得你搞点新花样的 那总是能够做得起来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做的更加深度 其实我觉得现在深度已经是不多的 这个我们还是说数码评测的话 比如说这个大家都去跑分啊 都去搞个对吧 那个游戏跑个帧数啊测个测的成绩 那个东西这个一个两个搞还行 大家都如果搞有啥意思 他没啥意思 这个人家已经做起来的号呢 这样搞当然没问题 是吧 你已经做起来了 你如果搞一个新号 你还是搞评测的搞跑分 那就是搞这些东西 那其实不行的 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极客班里面是他做的 就当时苹果出那个M1芯片的时候 大家都在跑分的时候 他们做了一个就是讲CPU原理的一个视频 但其实从业内人视角看 那个视频做的专业性也是一般 就是但是效果非常不错 主要是那个全靠同行衬托 因为大家都在跑这些分什么的 他做了一个讲CPU原理的东西 就显得很舒调 效果也很不错 而且能把它那个品牌就塑造的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希望看到更深度的东西 这个深度也不一定是那个专业性啊 也可能是一些体验上更深度的 对吧 或者是你能把内容拍的 那个更深度 就是说不一定是那种专业的东西 对吧 那个其实现在呢 谁说搞视频 那个没红利对吧 但其实怎么说呢 你内容做的好呢 其实可以不在乎红利这个事 那个我前两天还和别人去探讨 找一个公众话的高手嘛 和他交流公众话这个事 我说公众话没红利了 对吧 如果就是假设我要做公众话的话 怎么做呢 他说这个你不要考虑红利一个问题 而且呢你也不要跟的太快 对吧 你不要一个礼拜随便写一篇什么的 你那就一个就是他给我说 就说以你的内容创能力 就以我的创能力的话呢 就一个月写一篇 就可以更的很慢 然后但这一篇呢 就是一个很深度的 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 他觉得我肯定可以干这个事嘛 然后说你只要能干这个事 你公众话肯定会非常非常快 大家我还没准备干这个事啊 但就是说 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他这个红利啊 其实对于内容好的人来说 就是不用考虑红利这个东西 他永远都能做得起来 因为这个虽然现在这些 不管是做公众话也好 或者是做视频也好 虽然卷啊 但大家现在鱼都是在一个 那个沙滩上面嘛 像下角的一样对吧 人特别多 但其实呢 你仔细看呢 就是你但凡往海的深处 再走几步呢 就没几个人了 就是说 大家都是在很浅层的地方 搞来搞去对吧 其实 一般就是说 没有这个 就是做深层次 可能是能做起来的 就是还是有巨大的升级空间呢 我觉得 然后这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对吧 我前面说的行业里面的人 因为我最近感觉真的是行业里面的人 出来做自贵铁特别多 那行业的人想做自贵铁 可能就觉得我又行了 对吧 因为我刚才说就是做深度视频还是很容易起来的 但是我前面说的这个视频深度 它主要是指的一个就是怎么说的视频的深度 这个视频深度 它不是专业的深度 这个事是不一样的 就大家怎么来理解这个东西哈 就是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飓风啊 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号 那个影视飓风 他们如果讲那个大疆的产品的一些评测的话 那个他我觉得就非常的深度 因为他会就是讲到整个结合他们公司的就是一些 首先他们影视就很专业 对吧 另外一个呢 他会结合到他们公司的一些视频制作的一些这个这个流程 给大家来讲 那这样的话就那个给大家参考意义 远远胜过于一般其他的号 比如说随便拍一下给大家比一下画质什么的 那个对吧 就很专业 但是这个专业程度呢 他和真正的这个那个那个那种专业还不一样啊 那种这行业的专业还不一样 比如说你如果是一个大疆的工程师出来讲 对吧 我觉得那基本上是一个大疆的工程师 那肯定也没有 不能说肯定啊 这个太太绝对了 在绝大多的情况下 你不可能比那个影视剧风奖的更专业 其实对吧 这个想都不用想 对吧 就所以说大家要 就是还有一个事 就是大家要列一个事实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啊 就是视频啊 这个自媒体啊 他也是媒体 对吧 他终究是一个媒体 那媒体这个事呢 他终究就是一个媒体人的天下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你比如说我们哪怕看托门时代 也这样啊 比如说托门时代有一些那个专业人士 他公众号做得非常好 对吧 但其实我们看 那个最顶流的 就是流量最大的 或者说流量的主力吧 肯定还是那个媒体人的天下 而不是这个专业人士的 这个天下 对吧 这个专业人士呢 在里面 当然可以就是找到一些空间 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吧 这个或者说定位到一个锤类里面 就成为一个锤类的头部 对吧 这个 这个可以的 对吧 尤其是你在一些相对垂直的一些 那个领域的话呢 如果有一些粉丝 你可以成为 就是一个像世界名片一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给周爱人士呢 也是有很高的价值的 我觉得 然后 但是如果你想 他就成为你的一个 那个世界名片了 对吧 我记得有一些行业 他这个行业本身很小 这里面最头部的 粉丝最多的人 可能也就几千个人啊 但这几千个人 在行业里面就很有地位了 后来 就会有位请他们去参加会议 因为这个行业 小行业 最大的网红就是他的 对吧 这个就挺有用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想成为这个顶流的话呢 就你要一定越来越像一个媒体 对吧 你不能说 我是一个业内的很专业的人 我就看不起那些做媒体的人 然后我上肯定比他们讲的更好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对吧 这个 我记得老蒋在一个视频里面呢 就是说 他说过一个问题 就是他其实当时 这个也在思考啊 这个问题 就是说比如说 那个 在媒体上讲财经的 这下部主啊 如果他真去找工作呢 可能都做不到 那个总监那个级别 对吧 那他为什么可以 就是分析商业 分析财经吗 那如果他在行业里面 都做不到 一个比较高的职位的话 那他 为什么可以分析出来 这些东西 供那些 真正做这个事的人参考 对吧 那最后 老蒋的思考呢 是他说 就是因为媒体工作者呢 可以 老蒋给自己的定位 还挺清晰的 他肯定是更偏媒体人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 对吧 这个 他的思考是 这个媒体人可以站在一个 更客观的 那个视角嘛 给商业人士 提供 给一个专业人士 提供一些价值 对吧 但其实 就是这个事 我看法和老蒋不一样 就是 老蒋今天也在 他也去打球了 我们和他聊这个事 就 但我觉得呢 其实 就是媒体人 给专业人士提供的价值呢 基本上 最直接的价值 就有两类价值 一个是 那个 新闻的价值 新出了一个什么事 我不知道 对吧 这个对我来说 肯定是一种信息嘛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 数据的价值 对吧 比如说 你分析了很多 什么财报呀 或者是数据呀 那个东西呢 我虽然是一个 这个专业的人 但我可能分析的 没有那么全 对吧 你帮我分析出来 那我确实是可以看的 对吧 这个是确实对出来 这个有价值 但是呢 真正的一些分析呀 比如说 你聊一个什么 商业的分析 对吧 聊一个公司什么的 那个东西 对于真正的 主要人士 说实话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价值 对吧 比如说 我是卖咖啡的一个人 你写一篇东西 这个分析咖啡行业什么的 那我为啥要看 对吧 你不是说你客观的问题 你再客观 我也没有必要看 因为 你肯定不是我懂了 对吧 我天天就琢磨这个事 我就靠这个 吃饭的本事 就是这个 对吧 你去分析行业 我对这个行业里面 肯定都是如数价珍一样的 对吧 就好比 如果有另外一个媒体人 交老奖也好 或者交一个专业的 大部主也好 对吧 给他们说 你应该怎么做视频 那肯定没有什么价值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商业呢 它是一个 细分领域很大的 很多的一个 一个事 对吧 因为 其实它可以 这个文章 我觉得反正呢 它最大的价值呢 是给那些 相近的专业人士 可以提供很大的价值 这太事了 就比如说 我是卖咖啡的 对吧 然后 就是 但是和咖啡相近的领域 也很多呀 比如说 卖奶茶 我可能就没有那么懂 对吧 那如果你写一篇 卖奶茶的文章 我作为一个卖咖啡的人 我可能也爱看 对吧 我也想了解一下 和我临近的行业 什么样 对吧 然后 或者说 其实咖啡也好 奶茶也好 它都属于新消费 行业里面 餐饮里面 饮品这一类 其实它是细分中 细分的细分 对吧 所以说这种 品类特别特别多 那你想不想了解一下 人家 比如说 那个卖拉面呢 是怎么回事 对吧 那你就可以看 媒体人写的 这些搞拉面的文章 对吧 他就给这些 行业相近的专业人士 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对吧 因为大家都需要 就了解很多 这个相近行业的知识 这我觉得是 媒体人的一个 很大的价值 对吧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这个 我希望再和大家聊什么 就是还有一个 编辑关系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国内这些平台 有很多人 你上传个视频 就考虑到 是不是要和编辑 搞一下关系 然后大家也会猜 有一个人做得特别好 是不是因为编辑 猛推他了 或者是怎么样 那这个事呢 好像大家聊的都比较忌讳 感觉像走后门一样的感觉 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是觉得可以是很公开的去聊这个话题 因为就是编辑 就你去和编辑 就是编辑作为一个编辑的时候 他和这些做视频的人 和这些作者认识 对吧 推荐他们的视频 这本身就是他的工作 就是他的工作是这样的 这不是一种 就是走后门或者怎么样 对吧 他这个正常的工作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在我们拿油管来比 这个油管呢 其实是一个纯靠算法的 对吧 这个他其实也不是因为 就是国外的人际关系 就简单怎么样 他其实主要就因为 油管是一个纯靠算法的东西 那国内的平台 为什么不纯靠算法呢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算法不强 确实算法上不如油管的强 第二个呢 就是平台往往是有导向的 有导向的就是 因为平台之间的竞争 它很激烈嘛 那这段时间 比如说他平台想发展 哪一个区 对吧 然后比如说 他请了一个大学老师 来做自媒体 效果特别好 然后呢 他就想多请一点 这个大学老师 那这一块呢 这个这个时候呢 对大学老师 可能是有一波 那个流量的红利 边界也没推 对吧 这个因为国内平台 这种导向性更强 因为竞争比油管 更激烈一些 对吧 然后呢 就是 还有就是 那个国内有很多平台 他有自己的一个 文化属性在 对吧 他甚至不仅仅是一个 视频平台 他还是一个 那个社区的感觉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会有自己的一些 那个价值观的东西 他有提倡的东西 有不太提倡的东西 那这时候呢 那编辑肯定就是 就是最能理解 平台意图的这个人 对吧 他推什么 他不想推什么 那这肯定是 就是从这方面来 他会有考虑 对吧 那个 所以说这个编辑这个事 怎么来看呢 或者说怎么来面对呢 就首先啊 我觉得真正 优秀的那种 是没有被蓝莫这么说的 就比如说 打个比方 如果你能做事像河同学 这样的这个那种啊 就因为河同学 他能做得这么火 他有也有些那个 有一点那个偶然的因素啊 但是说 你做到这种级别的内容的话呢 你想这个不火 不可能的 对吧 这个所以说 这个当如果你做视频 你发现这个没火 那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 它就有种可能性 就是你说的话题太敏感了 被限流了可能 对吧 如果没被限流的话呢 通常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 这个这个这个 说实话就是内容还不够好 对吧 就是如果你做的内容足够好呢 这个编辑是愿意给你加分的吗 然后如果编辑给你推的话 你就会比正常 就起来得更快 但是好的内容也很容易被编辑发现 对吧 甚至也不用 你主动去找编辑 编辑也会来和你对接 然后你就可以和他聊嘛 然后让他来帮你推 对吧 但是这一部分内容呢 其实就属于那种 他不推你也能做得起来 然后呢 这可能好内容只占到 这个前10% 或者是我们怎么说 就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对吧 然后差的内容呢 就是其实找编辑呢 也没有用 差的内容可能占到90% 对吧 那这些内容的话呢 其实编辑你想 他也不是靠走后门来推的 对吧 其实他也有他的KPI嘛 编辑也只是在完成他的工作而已 对吧 他们的工作就是发现一些 好的作者 或者好的事情往上推 那这些差的视频呢 其实你找编辑也没有用 那这时候呢 还是把内容放在第一位 对吧 你还是得把内容质量往上提 然后 就什么样的视频 找编辑最有用呢 他其实比如说 我们如果这么说 如果前9%的视频 是最好的 就是比较好的视频 那个视频就是说 你不找编辑也太能起来 然后90%的是 那个差的视频 找编辑也没用 他只有卡在中间的一层 那个1%可能 对吧 这部分内容的话呢 就是他质量还可以 内容还可以 可能也有一点 自己的特色什么 但也不是特别明显 那和其他视频 和那优质内容呢 也没拉开很 就没拉不开差距 和其他视频来说 对吧 这时候呢 就编辑可以推 也可以 就也可以不推 那这时候 如果你有编辑的 就是通过编辑那边 聊一聊 对吧 出好这个关系 然后让他愿意推你 然后你给编辑说 你愿意 就是经常更新啊 或者怎么样 对吧 或者愿意配合编辑的工作 那他推你的话呢 那效果就会比较好 比如说 那个前面说数码评测 你现在在做一个数码评测 你拍的也不错 对吧 你也是坐一个桌子前面拍 架一个单反 灯光打的也挺好 然后但是你也做的也是 跑分啊 他能体验 这些东西呢 肯定也有些自己的特点 但是也不足 也不是足够的明显 那这样的话 就是编辑推呢 也可以对吧 你毕竟也有着自己的东西 不推也说得过去 这时候呢 找编辑是 那个确实会有 很大的作用 对吧 所以说找编辑 就看你的内容 在哪一层 对吧 然后就是 那个 内容的好坏 怎么评价啊 这也是很多人 就是纠结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 这个很多人 他就是 我应是这样的 就是他很多人 觉得自己的内容很好啊 但是说 就是没人看 对吧 这个前段时间 我还看到 就是阿福啊 发了一个那个 即刻嘛 他也是引别人的话 不是他说的 就是说 得是大概意思 原话忘了 得是多么差的内容 才有这么多人喜欢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句话 这句话呢 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其实 但是呢 他这句话 不应该成为 就是说 自媒体 入门人士的 一个借口 对吧 这个 如果你觉得 你视频是 因为做得非常好 但没人看 那你也有 要有一定的证据 比如说像阿福呢 我觉得他很强 他很厉害嘛 为什么呢 因为 不是说 他的粉丝是最多的 但他就是 有很多大部署 都关注了他 就基本上 可以说 对吧 JR部署里面 十五八九都关注了他 那 比如说我 这个我是 最看重的是 可能是这个 创业这个人群 就是打比方 是创业这个人群 对吧 那我说 我粉丝质量比较高 那是因为 我粉丝里面 就是他通过加 我的微信 加什么的 他能看到 他这个搞创业的 就是比较多 那我就可以说 我质量比较高 虽然我粉丝 没有那么多 对吧 但质量还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的粉丝 就是普普通通的粉丝 这个这个这个 和其他人也没 那个差距 唯一的差距 是粉丝比较少 对吧 那就 有点说不过血 对吧 那你就不好意思说 我内容特别好 但是我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因为我内容 做得太好 没人看 对吧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对吧 而且呢 我说实话 我觉得那些粉丝处 做得很高的人 如果他本身的目的 就是为了获得 更多的粉丝的话 他其实是 这个主动舍弃了 所谓的专业深度 什么的 对吧 那我觉得他是很厉害的 这个比如说 打表我们前面提到的 这个半佛老师 他很多文章 就是非常有深度嘛 他绝对是一个 能写出非常非常 有深度文章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 做视频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会讲的 更浅一点 对吧 这是主动都市场 做出一个适应 对吧 那多年前呢 我和那个小米做设计的人 还聊 这米油爱的设计师 他是挺有品味的一个人 我说你怎么 图标做得这么土 他说 用户喜欢这样的 就是说 不是设计师的品味不行 是用户就喜欢 那这个 他能符合 用户喜欢的 恰恰说明 这是厉害的地方 这是有水平的 对吧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所以我和半佛老师的团队 也接触过几次 其实说实话 这些 这个 圈子不是很大 然后也参观过 他们的办公室嘛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 呃 非常的厉害 就是想的 也非常的清楚嘛 也不做课程 也不做 乐些八糟的东西 对吧 就是想好好的 把内容这一块 尽量覆盖到 既可能多的人群 然后去服务 那个 甲方的客户嘛 而且他服务甲方客户的 这个能力呢 在业界 反正在我的角度看 他应该是独一党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非常的强 这个 这个我觉得每一个 其实能做到顶约的人 就是都非常强 对吧 这个一定 不是觉得他们就是 靠这个这个 别的东西起来 这真的都非常强 就甚至有一些 我很反感的一些人 比如说有一些人 靠边历史 对吧 然后 这很火 对吧 虽然挺讨厌这种人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 其实这些人 这个 就在把握用户的情绪 什么的 都 都蛮强的 然后就是我和自媒体的人 是接触的很多 就是我觉得 这个我一个很大的感受 就是这些做自媒体的 每一个人都是很有趣的人 哇 就是我们一起聊天啊 什么的 对 比如说我参加一些 创业者的 饭局 和他们聊 我经常会觉得 哇 这也是好无聊 浪费的时间 这样的感觉 但和自媒体的人聊的 就是说 没失望过 对吧 因为 说实话 每一个做自媒体的人 都挺有意思的 我指的是做做的粉丝 还比较多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有特点的 然后就和他们聊天 什么都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 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人 或者说 起码你身边的人都 觉得和你聊天 是很有趣的一个事 对吧 那 可能 有可能 不一定对啊 就有可能 你做自媒体 这个成功率 就会更高一些 对吧 那个 另一方面说 自媒体的人 虽然现在有很多专业人 在做的 然后还是 就是 有另外一些专业的人士 对他 有偏见吧 就是前几天 也是在 极客上面 就看到 有一个 产品经理吧 就是挺有名的产品经理 然后他说 真正做产品经理的人 其实不可能有时间 拍视频什么的 对吧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一种偏见 就是为什么 你产品经理 写文章可以 写书可以 拍视频就不行 对吧 这个为什么 产品经理 打高尔夫球就可以 对吧 我不是说高好龙 因为 我不说张好龙 因为我们今天也在 打高尔夫球 对吧 这个 不敢评价张好龙 就是说 为什么 干这些事有时间 拍视频就 不行 对吧 这个我现在呢 其实也做着两个产品的 产品经理 一个是iFi 还有一个产品 在 保密阶段 现在先 不再说 就是说 不是说 挂名 就是我真的在做 这些产品的设计 什么的 对吧 其实 你像这样 我出来偶尔拍下视频 这么的 我不觉得 合作产品是有冲突的 一个事 相反的 我有一个观点 就我觉得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人 或者说 这个有两个 就是说 一个是做产品的人 一个是做 和营销相关的人 我其实是非常推荐大家 有两件事吧 是非常推荐大家做 第一个呢 其实就是 玩一玩王者 对吧 这个不是说 给玩游戏 这个上瘾找借口 相反呢 我觉得你起码花 一两个月吧 就是说 本着学习的心态 玩一下这个游戏 看看人家 这个产品设计 是怎么让用户 那个上瘾的 对吧 他能不断地唤醒用户 把用户再往回教 对吧 而且可以让用户 不断地给他掏很多钱 对吧 这个是 本着一个学习的心态 当然就把这个东西 用到更 不能说更啊 就是要用在 那个正确的地方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 我觉得就是可以试着 做拍视频 这个事 因为视频本身啊 它就是一种产品 对吧 如果你 就是说 一个好的产品经理 想拍视频 这个拍不好 那我觉得 这个不太可能 对吧 而且呢 我觉得拍视频 这个事呢 是一个常识成本极低 可以迅速获得 用户反馈的 一个产品 它可以迅速的 就是调整你的预期 和市场中真实用户 反馈回来的那种偏差 比如说你真的 做一个产品 开发团队 乱七八糟 不管你做软件 做软件 这个搞很长时间 可能你半年 一年 或者是最快几个月 才能拿到一批 这个用户的反馈 如果这个产品 做市场效果不好 方市场效果不好 对吧 那这个损失就很大 但是你做视频呢 你发出去 马上就有人 给你评论呀 弹幕 它是一种很 及时的 这个 它首先是一种刺激 对吧 那另外一个呢 你就看到 就是说你的 预想中 观众对你的反应 和真实的事业中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它就可以调整你 对市场 这个 这种预期 这种偏差 对吧 这个所以说 它是一 我认为它是一个 增加这个 做产品的人 做市场的人 就是 对用户 就是增加他们 对用户理解的一种 非常好的一种方法 对吧 就是它和做产品 做 做营销 很多逻辑都是通的 就而且它不需要你 就裸辞做up主 对吧 我觉得千万不要这么搞 就即便你想做up主 那也可以作为一个 服务也去试 那其实你 就是 业余时间拍一拍 试试看 可以的 对吧 然后我个人的视频号的话 就是视频账号的话 首先 这个我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这 感谢观看